哈喽大家好,我是李飞白 昨天E-Star战队终于官宣了挑战者杯的FMVP皮肤 虽然此前蒙田的呼声很高 但最终坦然还是给到了吕布 坦然刚刚夺冠就表示会在吕布和蒙田之间二选一 这样直白的选手恐怕没有第二个 还记得之前试惯的时候 飞牛至少等了一周才公布把皮肤给到马超 坦然确实够耿直 其实无论给到吕布还是蒙田都担得起 这两个英雄在总决赛都有高光表现 坦然吕布多次跳出知名大招 蒙田也是月塔击杀 甚至堵住泉水 所以给谁都可以 坦然此前还进行过一轮皮肤投票 给出了五个边路英雄 吕布和蒙田理所当然的票数领先 而从这个投票中可以看出 蒙田的票数是遥遥领先吕布的 大家都以为会把皮肤给到蒙田 狼狗老村长都以为要失去蒙田了 最终还是给吕布贴了一件新意 那可能会有网友不理解了 为什么蒙田呼声这么高 还是干不过吕布呢 原因也很简单 联盟必须考虑到皮肤销量 吕布的登场率明显比蒙田高出太多 蒙田玩家毕竟是少数 诺人局里见到吕布的概率 一定比蒙田大得多 所以蒙田大将军就败在人气上面 老村长估计要笑出声了 又挽留住了一个吴皮孙大将 小伙伴们如何看待坦然把皮肤给到吕布呢 这一段时间多了 还能把皮肤给到吕布呢